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CC與金融科技公司 撇步之間的訴訟案件仍在持續進行中 但雙方是否有可能達成和解呢? 近日,SCC主席Gary Gansler 首次對此案 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表示對法院的判決感到失望與挫折 同時也透露了 SCC對加密貨幣和人工智為領活的監管計劃 REPO是一家提供跨境支付服務的公司 其原生代幣 SRP是目前市值第六大的加密貨幣 去年12月 SCC在前主席Jay Creighton 即將卸任之際 突然對REPO及其兩位高管提起訴訟 指控他們自2013年以來 非法出售了價值超過13億美元的未拆證券 REPO否認了SCC的指控 並聘請了多位前SCC官員和法律專家為其辯護 REPO主張SRP不時證券 而是一種貨幣或商品 並指出SCC在過去多年都沒有對SRP作出明確的監管指引 而是在市場已經形成合理預期後採取行動 此損害了數以萬計的SRP持有者和交易者的利益 自此案開始以來 雙方已經在法庭上交換了多次民建和證據 並就一些關鍵問題提出了動議 例如 REPO要求法院命令SCC提供有關比特幣 以太坊和SRP的內部文件 以證明這些加密貨幣之間沒有本質區別 而SCC則要求法院命令 REPO提供有關其SRP銷售和分配的詳細信息 以及其高管個人的財務記錄 目前此案仍處於審理階段 下一步將事與審會議 預計將在10月15日舉行 在與審會議上 雙方將討論案件的進展 時間安排 證據開始 非決定性如審動議和和解協調等事項 在此之前 美國法官Sara Netburn已經作出了一些對REPO有利的裁決 例如 在今年4月份 他否決了 RECC要求獲取REPO高管個人財務記錄的動議 然而 SCC主席Gary Gansler 卻對此表示不滿 在接受彭博社的仿時 他越 我們對法院關於散戶投資者的相關判決感到失望 這打擊了我們對加密貨幣行業進行監管的努力 我們認為SRP是一種證券 應該受到聯邦證券法的規範 無論是PEOPLE還是其他任何實體出售他都事如此 Gansler 還表示 他尊重法院的權威 但也保留了上訴的權利 他越 我們很高興 法院認識到保護投資者對機構投資者的重要性 我們仍在研究和評估這一判決 並將根據我們的使命和職責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儘管Gansler對此案的結果不滿意 但他也沒有排除和解的可能性 事實上 根據福克斯商業記者Elan Oterra最近發佈的一份文件 法官Sara Nebren已經要求SCC會報安排一次可能的和解會議 並建議在與審會議前6到8進行 文件顯示 法官指定了一位和解協調員來協助雙方進行談判 並要求雙方在10月1日前提交一份聯合報告 說明他們是否願意參加和解會議 以及適合舉行會議的日期和時間 不過 這並不意味著雙方一定會達成和解 因為他們都有權拒絕參加和解會議 此外 即使雙方同意參加和解會議 也不一定能夠達成共識 之前 雙方曾在今年2月份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 表示目前沒有達成和解的前景 除了Report案之外 Benzeller還談到了 XCC對加密貨幣和人工智慧領活的監管計劃 他表示 XCC需要使用新技術和方法來應對這些新興事物 對金融穩定帶來的挑戰 太越 人工智慧未來可能對金融穩定 構成許多挑戰 例如預測分析 機器學習 算法交易等 這些技術可能會影響市場的效率 公平 透明度和競爭力 因此 我們需要使用新思維來監管這些領魂 並保護投資者 市場深語者和公眾利益 Genzeller還表示 XCC已經指派了一些專業人員來研究加密貨幣和人工智慧的發展趨勢和監管問題 並將在未來提出一些新的規則和指導方針 他越 我們正在關注加密貨幣市場的各個方面 包括交易平台 穩定幣 借貸協議 代幣化產品等 我們希望確保這些市場 遵守聯邦證券法 並提供足夠的投資者保護 同時 我們也在關注 人工智慧系統在金融服務中的應用 例如風險管理 信用評級 投資建議等 我們希望確保這些系統是可靠 公正、透明和可解釋的 並避免利益衝突、歧視或操縱 總之 XCC主席Genzeller對於報案感到失望與挫折 但也沒有排除和解的可能性 法官要求雙方安排和解會議 但雙方是否願意參加和能否達成共識仍有待觀察 此外 更失良環透露了 XCC對加密貨幣和人工智慧領匯的監管計劃 表示將使用新技術和方法來應對這些新興事物 對金融穩定帶來的挑戰